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进攻的作战能力 再多的口水罩都没有轰炸机在上空飞翼拳的恐惧来得直接 而这一类威力强大的武器大多数诞生在美国和俄罗斯 他们一个是当今的世界霸主 另一个的前身是战争时期军事力量方面的老大 所以他们在轰炸机方面一直都拥有着不容小觑的力量 从二战开始 轰炸机就一直在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具有体积大 航程远等众多的优点 并且载弹量十分庞大 可以对目标实施地毯时的轰炸 这类的轰炸事件在历史上也有过几次 几十架轰炸机载着几百吨的弹药从天而降 它所设计的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原貌 所以轰炸机的重要性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研制出这样强大的武器 也并不是随随便便一个国家就能拥有这样的研发实力 就算是我们国家 想要研发出一款战机也是充满了不确定的 俄罗斯就曾经计划想要研出一架属于本国的轰炸机 那这一计划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俄罗斯的成立之初并没有大量的资金来维持战机的发展 因此他们的一系列轰炸机 如今已经面临着逐渐老化的局面 所以他们迫切地想要研制出一款新型轰炸机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俄罗斯的隐身轰炸机项目仍然是未知数 他们的原计划是会在2019年进行试飞 2023年后完成服役 但从如今的情况来看 这项计划至今没有任何的动静 至于研发到了哪一步能不能研发成功 俄罗斯更是没有透露半点消息 你们觉得现在的俄罗斯能成功的研发出来吗 好了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老兵兽武器剪辑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